由建國科技大學美術館七月 東台鑑壁七零店 精采鑑壁的四代方法民鄉店 還恨在去在建國科技大學美術館店 他鑑壁中菜 真壁真有為主 加上台灣和日本七月 他沒有將鑑壁刷到 風格民鄉為主中的劇宿 共同參與這個精采的人店 江碟衛鋒就是鑑壁會的創作風格 除了人物的創意外 就連傳統的三水月也能用鑑壁會的方式來展現 建國科大美術文部館 邀請七位來自日本和韓國的鑑壁會家去辦電電 他過每一位結束到不同的外風 來感受鑑壁會的精采 展現當代的工筆化不同的風格跟面貌 我選了七位不同風格的藝術家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看到 每個藝術家我們都把他的作品集中在一起 你可以看出他整體的一個風格 你可以看出說一樣是工筆在表現 在繪畫在表現上 竟然可以產生每個畫家不同的風貌的一個工筆繪畫 以日本傳統路線為作的創造 用間諜的筆劃 傳達黨藝有新聞集美 這個是日本特色的美人畫 然後就是她是這個作家 她那邊的土光是已經在 她是台南出生的已經88歲的女性 她很喜歡台灣 所以說這一次她來台灣 來建國展覽她是很榮幸 建國靠台的好風之策 受野獎影響中端進鎖結束活動 野獎出發 還好馬開示會後相關的電影活動 只要連電對中部的鄉親來說 有一個關係的氣象 多張新聞 中山中華 彩虹不得 踏述 歷免 歷免